毛路上车来车往 突然巨大掉币 重砸在电线杆上 还压住红绿灯 旁边的电线 瞬间被扯断 发出爆炸巨响 巨大掉币 直接压在电线杆上 一路喷出火花 12号上午10点多 新北永和国光路和玉溪路口 70吨重的巨型掉车 在工丁内作业完毕后 驾驶移动车辆 不慎滑入废土坑 造成掉车倾斜 长约23公尺的掉币 砸中路口电线杆 导致周边1405户停电 锦销随即到场封锁道路 附近民众跟店家抱怨连连 好在整起意外 没有人员受伤 台电也紧急派人 到场抢修 受损的电力设备 约在下午2点多 700多户已赴电 不过新北公务局表示 刚刚涉及重大公安意外 以勒令业者停工 老检处也针对起重机操作 违反治安法部分 将裁罚施工单位 最高30万元 旧黄明君诚管理新北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